是很多这个创业的梦想的都需要一些资金 而成立网页来募集资金 这个idea的发起人呢 是这个之前无名小战的创办人之一 他叫林鸿泉 他仿造了国外的募资网站 就创了这么一个台湾版本 而上面一看呢 琳琅满目各式各样找资金的案子 其中就发现也有这个艺人 像这个弹头他最新的发行专辑 他就希望有网友募资来发行 但问题来了 给了钱如何回收 这中间的法律问题又是什么 继续是我们的据宗报导 好久不见的南圈妈妈煮上蛋头 台语歌新专辑不找唱片公司发行 反而上网找赞助 为什么会觉得上台语 和一个私人理想是说 就是这个网站蛋头 PO上自己的梦想影片 向无数的网友推销 希望能够在两个月内募集到 一百万元出唱片 打成梦想之后将会回馈这些 投资金额的赞助人一些小礼物 类似的求资者在这网站上琳琅满目 而规划出这个网页的就是他 前五名小站的创办人林鸿权 一年前离开雅虎之后 自己创业又是在网路上另辟战场 短短七个月以及募集到 高达千万元的资金 网站风险确实不小 包含扣税的问题 投资人是否真的能够取回自己的回馈的问题 还是会沦为非法吸金的温床 台湾目前没有针对这种网路极致的法院 民众投资帮忙圆梦时 还是要小心轻松为妙 中间新闻谢谢林东明台北采访报道